大家好,这里是99TV苗知识,我是Joy 上期我们讲了工作细胞Black那有趣的故事 那今天我们继续进入工作细胞的故事吧 如果没看过第一期的朋友 可以先去看看工作细胞Black第一期的解说 或者如果喜欢新世纪福音战士的朋友 可以去看看我之前做的一系列F的新旧解说 上期说到身体进入兴奋状态 要让身体可以顺利完成生殖行为 就需要红血球的努力 可以成功完成勃起任务 当然主角见过那些可爱的晶圆细胞 更加想为它们做些什么 至少得到一个创造新生的机会 随着勃起信号的开始 所有的红血球都一起冲入海绵体中 并且用尽所有的力气撑大血管 使得螺旋动脉打开 可以让更多的红血球进入 螺旋动脉是一个专门控制血流入阴晶的阀门 所以要想顺利勃起 这就是第一步 撑开螺旋动脉后 大量的红血球就可以一涌而入 开始逐渐出现了勃起的现象 平时封闭的海绵体血管开放了 那些红血球一个接着一个冲入海绵体血管 可是就在海绵体膨胀到70%的时候 忽然出现了状况 海绵体的黄磷酸鸟肝正在急剧下降 而且平滑肌的松弛状态也逐渐消失 这样的结果直接导致了血管收缩 许多红血球直接被收缩的海绵体挤压出来 这时的海绵体膨胀从70%直降到40% 并且还在不停下降 这辆指挥官十分担忧 因为新兴奋没办法顺利传递到阴京 所以很可能这次任务要以失败而告终 这时的主角看到了红血球的溃败 但是为了精子可以有机会创造新世界 在其他红血球都准备撤退的时候 它依然坚持要进入海绵体 就在这时 在指挥官都准备宣告失败的时候 奇迹发生了 突然海绵体再次放松 红血球们又再次冲了进来 这原来是PDE5停止了运作 PDE5其实就是分解黄磷酸鸟肝的酵素 而它停止运作 黄磷酸鸟肝增多 信心一份就可以顺利传递 而导致PDE5停止运作的原因 是外部投放至体内的西蒂纳菲 西蒂纳菲就是大家熟悉的威尔干 香港叫做伟哥 现在重新振住的红血球不断涌入海绵体 使得海绵体的膨胀度不断增加 这时主角的信念就是 一定要让精子与卵子相遇 专于海绵体膨胀到达顶点 静脉闭合勃起成功 很快进入了射精倒数 这时的精子们都非常期待 可以去到新世界找到卵子 终于顺利完成了射精 这时从海绵体出来的红血球们都十分疲惫 红血球主角虽然很累 但是至少让精子可以去创造新世界了 就像新AFA剧场版中的真似 可以创造出另一个新世纪 但是很快前辈就告诉他 精子遇到卵子的几率非常低 因为人们大部分的性行为 只是为了卸欲仅此而已 这辆主角瞬间感到了十分失落 原来这么辛苦的努力都是徒劳 那些满怀希望的精子 那些辛苦养大晶圆细胞的赛特式细胞 大家的努力都是在为了什么呢 可就在大家庆幸终于可以成功时 更可怕的危机已经悄然出现 正因为上次的性行为 由于人体免疫力降低 导致灵俊入侵 也就是灵病 是性命的一种 白血球们似乎也不是灵俊的对手 他们立即造红血球疏散 制造成了细胞的恐慌 大家对白血球能否胜利有所担心 这绝对是一场硬战 由于灵俊数量太多 白血球要暂时撤退 而灵俊的防眼速度实在太快 加上他们身上还有一层砖甲 所以白血球杀敌速度永远追不上防止的速度 理论上来说这是一场必败的战斗 指挥中心发出命令 让白血球立即到淋巴集合 大家明知道这是一场败战 依然还要继续 这就是白血球的使命 正当红血球送氧气经过尿到附近时 发现了大量白血球的尸体 它们已经开始变成浓了 人体发炎化浓 其实就是白血球的尸体 邻居的细胞壁犹如一层盔甲 这阻碍了白血球杀敌的效率 而灵俊的惊人防止速度 很快那些白血球都被抓住 似乎战斗就要落幕 一切就要结束了 就在这时 一道强关落下 那些灵俊的细胞壁瞬间粉碎 这就是抗生素 这种药物可以消除灵俊的细胞壁 使得白血球可以轻易杀死灵俊 这样终于有了取胜的可能 在白血球不懈努力下 杀死所有灵俊取得了胜利 虽然取得了胜利 但是算是显胜 虽然T细胞感到不满 T细胞就像特工一般 找出变异癌细胞与病毒 所以它们可以说是身体的重要防线 身体里的其他细胞都有些畏惧T细胞 就算是白细胞也只能忍受着T细胞的嘲讽 而T细胞也是有自己独有的指挥官 所以指挥中心是不可以直接面临T细胞的 T细胞司令就是辅助性T细胞 是负责收集情报部署战略的指挥官 T细胞是以杀死所有病毒为目标 也是身体中权限最大的细胞 它们有权去攻击任为变异的细胞 来阻止癌病的可能 理论上来说T细胞可以杀死一切 不过问题是 现在这个世界的T细胞都已经非常劳累了 所有的T细胞都是工作狂 权力越大责任越大 所以它们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就像那些不停加班的人 一直累积疲惫 判断力也下降 人也会变得暴躁起来 最后恐怕会出现重大问题 反而对气也不利 由于之前与邻军的战斗中 使得白血球大幅减少 竟然变相加重了T细胞的工作 为了可以万无一失 辅助性T细胞即使已经十分疲惫 但是依然丝毫没有松懈 反而越来越疯狂工作 再一来 那些杀手T细胞把所有不满都推给了白血球 害得它们要加倍工作 即使一场接着一场的战斗 但是身为淋巴球中的精锐部队 是这个身体的最后堡垒 绝对不可以有丝毫的松懈 终于 T细胞司令在不断的劳累增加后 竟然将拥有同样快速分裂的毛母细胞 错认为是癌细胞 结果无情的杀手T细胞开始攻击毛母细胞 瞬间整个毛根部都发炎 到处都是火关四射 整片毛根在一片火海之中 这浪前来松仰气的主角 红血球不知所措 竟然出手攻击毛母细胞的是T细胞 就算红血球试图为毛母细胞解释 可是T细胞完全听不进去 它们只会听从司令的命令 其他人都动摇不了T细胞 这样下去 事态不断恶化 最终那些毛根受到严重的损伤 一根一根头发不断脱落 主角看着一切的发生 但是无能为力 只能眼看着事态的恶化 作为红血球 现在能做的似乎只有一样 就是继续运送氧气 也只是仅此而已 而这时的T细胞司令 仍然不满意T细胞的表现 所以按下了桌面的秘密武器按钮 这就是细胞激素 为了可以使得T细胞提高效率 让T细胞活性化的细胞激素 将会使得原本就很强的T细胞 变成了超级赛亚人的存在 现在的局面在红血球眼中 就犹如世界末日一般 就在看似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 忽然有一些从未见过的物体悄难来到了战场 这个就是肋骨醇 失去理性的T细胞 甚至要去攻击入侵者 可是他们完全不是肋骨醇的对手 很快就被肋骨醇勤获 其实这些T细胞也只不过是在做自己的工作 可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往往人类中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带你走向地狱的不是恐惧 而是善意 就像那恶名招战的希特勒 他的初心也不过是让德意志伟大复兴而已 但是造成了世界的伤疤 T细胞也是这样 偏执的善意要比魔鬼还可怕 一种对信念的执着是不可小看的 所以世界上最残忍的战争 往往都是宗教战争 而这种信念不仅仅局限在宗教 在上次的T细胞事件中 使得脱落的头发一直没有恢复 不过这个世界对红血球的威胁 还不仅仅来自细菌 活性氧化物质也会对红血球的细胞膜造成影响 让红血球无法再继续运送氧气 所以这时主角的朋友开始迷茫 无穷无尽的工作 随时会发生危险的环境 这都烂了看不到希望 这时有人把他带到了小肠 在这里等待功能饮料的到来 这可以让红血球一段时间内充满力量 可是之后会带来加倍的疲惫 如果过分依赖还会造成咖啡因中毒 当他们再回到肝脏时 这时的肝脏已经不像之前了 很多店铺都已经结业 而肝细胞也已经累得不成人形 现在的身体越来越差 血管壁也变得十分脆弱 并且身体多数形成了血栓 血栓就是血管内的血液凝固形成的物体 血栓会阻止血液循环 就在这时身体忽然动了起来 导致血压立即上升 可不巧的是 血压的上升带动了血栓 导致血栓堵住了肺部主动脉 这下子红血就无法进入肺部 无法运送氧气 所以肺部立即停止运作 没多久就开始缺氧 在这个危险关头 主角想到通过肢气管动脉进入肺部 也正是这个举动 使得血栓开始溶解 终于再次化解了危机 上个危机刚刚结束 指挥中心又紧急调动红血球去胃部集中 主角再次见到了胃部主细胞 这次见面显然他的脾气更加不好了 主细胞告知 现在胃部出现了溃疡 所以需要更多的氧气 不过在这里工作十分危险 如果害怕的人可以离开 胃部的胃酸对红血球来说 犹如岩浆一般 在这里工作的红血球就像在地狱 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现在胃黏膜壁遭到撞击 胃酸腐蚀未必出现龟裂 这时的指挥中心非常紧张 当然最紧张的就是 时间面对危机的主细胞了 这时突然从胃酸海露出了 一只巨大的东西 在胃酸中还能存活 实在太可怕了吧 这就是幽门感菌 它之所以能在胃酸中存活 是因为它身上可以分泌出尿素酶的酵素 在周围形成一层胺 利用胺来中和胃酸 然后释放毒素 攻击胃壁 就在这时 白血球们赶到 立即对幽门感菌展开攻击 可是白血球的攻击 无法杀死幽门感菌 反倒是使得幽门感菌的挣扎更厉害 使得未必破裂 主角的朋友也因此丧命 最后还是外部服用的克拉霉素 击败了幽门感菌 克拉霉素是一种抗生物质 可以阻碍蛋白质的合成 从而杀死幽门感菌 虽然击败了幽门感菌 但是主细胞认为 如果这个世界不改变 大家的工作环境也不会改善 危机迟早会再来 永远活在黑暗之中 不过这次主角朋友的死 对他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他无法再继续下去 并一心求死 同时世界又来了完全未知的威胁 就算指挥中心开启了第一战斗配置 也没有任何效果 这故事使徒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最后的心脏停止 是否会带来灭亡 请继续收看下期黑暗的绝望 今天又先到这里了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帮忙点赞分享这个影片 还没订阅的朋友 记得按订阅哦 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那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